標註的部分 它會自動幫你敬畏 主要是在這個標註裡面的這個標註形式 標註形式裡面有個修改 修改的地方 我們可以改成這個所謂的 主要單位裡面 特別注意這邊有個叫做 在線性標註裡面 會自動精確度 已經改成兩位數 可是在角度裡面沒改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可以把這個 精確度改成 點零零 那這個地方當然你要不要 這個地方要不要打勾其實隨便你 因為其實如果前面有零或者後面有零 它自動會把它結尾的地方 一般結尾都會打勾 主要原因是如果後面有零的話 它是整數自動會把零給去掉 等於一至零的這個功能 按確定之後的話 再按一個確定 自動就會跑出28.95 因為剛剛很多同學都遇到這樣的問題 標註這個角度的這個問題 好那這裡的話 我們就完成這個標註的部分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還要繼續來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想要加入的 不是一張點陣圖 而是一張向量圖 那哪邊可以找到向量圖呢 尤其是很多時候你會發現 AutoCAD裡面畫 光畫一個圖要花很多時間 如果有現成的圖欄來改 應該會感覺快很多 那哪邊可以取得 這些很快速已經做好的圖檔 然後拿來給你改呢 但這個是很必要知道 因為很多同學其實要的就是要快嘛 馬上可以看到結果 然後修改比例一下 大小改一下就可以用了 那其實哪邊有向量圖 其實我簡單舉個例子 第一個呢